大家好,欢迎收看老陈频道,喜欢老陈讲的故事,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。 这期讲的是新娘二,好在陈小棠是个明白人,才知道了是因为沈乐被打的事,更是心虚。 在张小驴发作之前,连拉带扯地把他妈拉回了家里。 张小驴没闲着,从家里拿了砍刀就要出门,但是被小妹给拦住了。 哥,哥,你这是干啥去?别让咱爸妈操心了好吗?他们身体不好,你要是杀了人,咱家就更没法过了。 张小米以为他哥哥这是要去杀人了。 你放心,我没这么傻,娶不上媳妇就杀人啊,想啥呢?我去山上看看,地里还晾着地瓜没收回来呢,我去看着点,放心吧。 张小驴说道,张小驴有件事有利可图,当他抱着一捆木桩到了山顶自己家地头时,看到了更多人在自己家地里玩手机,还不时地交流着什么。 看到张小驴过来,不时地和他打招呼,大家都是一个寨子里的人,虽然张小驴家是独门独户,但是没人敢惹他。 驴哥,这是干啥呢?要不要帮忙? 不用,你们玩你们的,怎么样,这里玩游戏还行吧?太行了,可惜就是站着累了点,也冷,玩不了多大会就得下去,还就是这里信号好。 寨子里是白搭,根本打不开游戏,这都他妈的什么年头了,除了这个山头上,这一带还是2G信号,也不知道乡里这群饭桶是干什么吃的。 我坐车回来,一路上那叫一个揪心啊,眼瞅着手机上的信号从4G变成了3G,到了寨子里,彻底成了2G了,除了打电话,其他都不能干,发个微信也是碰运气,简直是难熬啊。 张小驴点点头,手底下的活没停着,沿着自己家田地的边缘,一根根木桩砸了下去。 下山十天都黑了,陈小棠没想到张小驴会主动联系他。 姐夫,找我有事。 陈小棠来到了张小驴说的地方,看到张小驴坐在黑影里抽烟,怯怯地问道。 你男朋友呢? 走了。 你说沈乐啊,走了,回小河挖了。 陈小棠紧张地说道。 你找他有啥事,姐夫,求你了,别再闹了,他虽然混了点,但不是坏人,对我挺好的。 对你挺好的。 陈小棠,你脑子是杂掌的,我发现你们姐俩真是极品,脑子进食了。 你姐就是太没主意,什么都听你妈的,你就是太有主意,什么事都敢干。 你知道沈乐和我说的什么吗? 张小驴问道。 知,知道一点。 陈小棠一下子觉得自己真是无地自容,开始是被张小驴发现了自己和沈乐干的丑事。 现在倒好,自己这事在做丑事上一去不复返了。 你知道? 不,不知道,我不知道你们说的啥。 陈小棠矢口否认道。 张小驴懒得和他说这些屁事,说道,你给他打个电话,就说我向他道歉,不该打他。 虽然他说的事情混账了点,但是打人不对。 嗯,另外,问问他,你们那个帐篷是从哪买的? 帐篷?你说的那种简易帐篷? 在县城买的,也不贵,你要买。 陈小棠问道。 张小驴点点头,又问道,县城什么地方? 一大早,夜色还笼罩着陈家寨,张小驴骑着摩托车到了寨子门口,陈小棠早已在那里等着了。 张小驴不想浪费时间,陈小棠也确实想帮他,所以主动要求可以去跟着张小驴去县城买帐篷。 你抱这么紧干嘛,勒得我都喘不上气来了。 张小驴边开车边说道,你开得太快了,我怕掉下去。 反正已经离寨子很远了,陈小棠也放松了心情,大声在张小驴耳边说道。 不知道陈小棠是不是在报复,反正是这一路上报得张小驴死死的,生怕他跑了似的。 虽然天气不是很暖和,再加上开车,张小驴的驴下货居然没有被动的萎缩,反而是龙惊狐猛,一副昂扬斗志的架势。 姐夫,你买这东西干嘛?你不会也想也站直播吧? 陈小棠俏皮地问道,是,我准备和你直播你干嘛。 张小驴一句话,就把多嘴的陈小棠封死了。 张小驴没敢多买,只买了十顶帐篷,先试试水,买得太多了,到时候砸自己手里就麻烦了。 老板,给我电话吧,要是不够用,你能给送货吗? 张小驴问道,哪里的?陈家债。 要的多了可以,岂不十顶以上,少了不送货。 那行,再联系。 买完了东西,路过一家李宁专卖店时,张小驴停下车,陈小棠也跟着下来了。 你想买什么东西? 陈小棠问道,张小驴不支声,挑了一双李宁女士小白鞋,妹妹张小米念到好久了,但是自己一直没时间进城,望山香是没有李宁专卖店的。 也给我买一双呗,我这鞋也救了。 陈小棠问道,张小驴看看他的脚,说道,自己去拿,贵了我不付钱,别想借机讹我。 陈小棠白他一眼,鞋也没买,静止出了专卖店。 捆绑街市,张小驴带着陈小棠回了陈家寨,到了离寨子门口还有一段距离时,陈小棠要求下车,但是张小驴不准,直接开着摩托车在寨子里招摇过市,因为马上就要到春节了,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,寨子里闲人也就多了起来,没事就在街上转悠。 看到这一幕,很快,一个传言传遍了寨子,陈家大丫头不嫁给张小驴,张小驴这家伙就是驴姓,又把陈家二丫头勾搭上了,而且传到了后来就是张小驴带着陈家二丫头去县城开房了,早晨才会来的,寨子里的人都看到了。 张小驴没理会这些,将帐篷背到了山顶自己家地里,然后,将刚刚在县城买的几百米绳子,把昨晚砸下的木桩一根根连接起来,这样就把自己家在山头的田地圈了起来。 看到这一幕,在他家田地里玩手机的小青年们都猛圈了,不知道张小驴这是要干啥。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,张小驴看着这些人,说道,兄弟们,你们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也不容易,难得有时间聚聚,我呢,就把我家这地贡献出来,你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上网,打游戏,直播,干啥都行,那是你们的自由,24小时供应热水,你们想在这吃饭,我都可以帮你们做。 但是有一条,在我家田地里,租我的帐篷,我都帮你们买来了,每天五十块钱,每人只能租一顶帐篷,不贵吧,包月一千,你们要是嫌贵。 对面山头离这里也不远,也就离咱们寨子三公里吧,可以跑那里去上网玩,怎么样,价格公道吧。 我说张小驴,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?这钱你也好意思赚。他刚刚说完,就有人跳出来找查到。 张小驴笑了笑,将昨晚砸木桩的砍刀捡起来,在手上拍了拍,说道,没错,我就是想钱想疯了,老子他妈的差两万没娶成老婆,你他,妈差这五十块吗? 嗯,有道是,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这些人平时玩手机习惯了,上厕所可以不拿厕纸,但是绝对不能不拿手机,所以,要是回到了寨子里不能用手机上网,还不如杀了他们呢。 哥,这样好吗?张小米有些紧张地看着哥哥张小驴,问道,有什么不好的,他们不想在这里挽救走人,我们又没做什么。 张小驴说道,不是,我说的是,这泡面十块钱一碗,要不要就进价算了。 张小米一边在旁边的吊炉上烧着水,一边小声问张小驴道,不行,我们费了这么大劲,就是为了,在春节捞一把,能赚的钱都要赚到手,一分钱都不能放过。 张小驴说到这里,就想起来了陈小霞,要是把他取回来,自己也许还想不到这个赚钱的点子呢,这都是没钱逼的。 张小米不知道他哥在想什么,笑笑说道,那我们干脆再把价格提高一倍,二十块,那不是赚得更多。 张小驴文言摇摇头,说道,那不行,十块钱只是赚一倍多点,要是二十的话,就有点多了。 你想,他们在这玩一天才五十块,要是一碗面就二十,他们就会想,还不如回去吃。 两碗面就可以多玩一天了,永远不要把人当傻子。 哦,我知道了。嗯,卖面赚的钱都给你,好吧,回学校好好买点吃的。 张小驴说道,真的,太好了。 张小米高兴地说道,这时候,有人从帐篷里出来喊道,老板,来碗面,加一根火腿肠,哈哈哈哈。 在这里玩的这些人,现在都叫张小驴老板,但是背地里都骂他是奸商,可也就只敢背地里嘀咕嘀咕,就连第一天和张小驴叫板的那家伙,第二天,还不是乖乖地来交了一千块钱,包了一个月的帐篷。 哎,来了。张小米答应道,那是二旦,这小子在这里,吃了好几天了,待会给他送一杯咖啡,记住了,消费十碗面,送一杯咖啡。 张小驴说着,拿出来一个纸杯子,将一包素溶咖啡倒进去。 二旦,你的面,送你一杯咖啡。 谢谢哥,来,进来做会吧。 二旦接过来咖啡放在一个小板凳上。 这小板凳也是张小驴提供的,为此家里人吃饭都得站着了,能做的,能放东西的微型家货事都被他搬到这里来了。 来来,老铁们,看看我这个歌,这就是我昨天和你们说的那个奸商,把自己家地圈起来让我们上网低歌,简直是天才创意吧。 二旦也是搞直播的,张小驴还是比较喜欢他的,可是其他人不喜欢他, 因为这家伙一天到晚就是弹吉他唱歌,搞得一到夜里好像是闹鬼似的。 虽然收到了很多投诉,可是张小驴也不能把他赶出去,再说了,这家伙还是包月的,自己就更没理由赶他走了。 其实都是一个寨子里的,都是熟人,所谓投诉也是闹着玩的。 张小驴比较欣赏他是因为人家是凭本事吃饭,玩音乐的,也算是个文化人吧。 嘿嘿,别听他瞎扯,我是为他们服务的,你忙吧,不耽误你了。 张小驴说道,不忙,驴哥,聊一会吧,一年没见你了,还挺想你的,嫂子的事我听说了,很不像话,虽然我也姓陈,但是这次我绝对不会向着他们说话,打算以后怎么办。 二旦问道,没想好,再说吧,过了年再说。 张小驴说道,张小驴没说实话,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计划,以前以为只要是守着家里人,照顾好父母,就算是尽孝了,但是经历了娶亲不成这事之后,他算是看明白了,就算是在孝顺,手里没钱拿什么孝顺父母,因为娶亲不成这事,父亲又病倒了,他知道,父亲是窝囊病的。 虽然张小驴在山上干得风生水起,可也招来了非议。 这不,就在张小驴和二旦在山顶上聊天时,张小驴家里来人了,是村长陈来喜,来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因为张小驴利用村里的土地出租赚钱,话里话外的意思很简单,就是让张小驴拿出来一些,别自己独吞了。 张小驴是被父亲托邻居打电话叫回来的,山上留下了张小米烧水卖面。 老张,这是村里人意见很大,所以,你还是和小驴说一下,拿出点来,以平息重努,要不然的话,我怕大家会有不好的做法,都是一个寨子里的,还是团结重要吗? 陈来喜说道,是是是,是这话。嗯,小驴来了你,和他说说这事,我回去等信了。 陈来喜说完了事就走了。对于张家,他唯一比较忌惮的,就是张小驴,他也是在等到张小驴上山了之后,才来张家的,他根本不敢和张小驴面对面地谈。 张小驴回来之后,一听有些火大,老张看看他说道,算了,算了吧,你拿了不少钱了,也该收手了,现在有人眼红了,你还想捞到什么时候? 爹,你放心吧,我去找他说说这事,山上的事还没完,我要是现在,这个时候撤了。 那之前交钱的那些人,还不得找我来退钱,那我这几天都白忙活了,不能退。 爹,这是你不要管了,他要是再来找你,你让他找我来。 张小驴说道,老张知道,自己这个儿子主意太正,自己是管不了的,就像是几年前,自己病了不能下地。 他自己就自作主张辍学了,自己知道后,让他跪下,扫地的扫把打散了三根都没能把他打回到学校里去,降得很。 偏黑下来,张小驴打发妹妹小米下山之后,卖完了最后一波泡面,熄灭了火也下山了。 但是他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去了陈来洗家里,要是不把他的嘴堵上,村里人,尤其是陈家人,一定是说三到四,他们的儿子孙子赚了一年的钱,不给家里交回来多少。 反倒是去给他张小驴送钱,他很担心这些人在一起嘀咕,然后自己再激起重怒。 张小驴不会一味地蛮干,相反,他是有脑子的人,对农村人的裂根性熟悉得很。 他们一方面没有门路,不知道怎么去赚钱,但是另外一方面,又对那些先自己一不负起来的人羡慕极度恨,而且很善于聚在一起,搅舌头跟子,说不定就有人会挑个头,把自己这事给搅黄了。 而且,他们很信奉法不责重这个词,以为一哄而上就会没事,时刻都处在一种蠢蠢欲动的状态,可是他们也惧怕官员,哪怕是村里的干部。 这就是张小驴所考虑的事情,一定要堵住陈莱喜的嘴。 小驴,怎么是你啊,快点进来。 张小驴什么都没带,因为他明白得很,陈莱喜是想要钱,既然是这样,给你钱就是了。 再拿别的东西,一个是太扎眼,村里人看到就不好了,而且,既然要决定分给他一杯羹,再送其他的东西,多一粒米都是赔的。 嫂子,来喜哥在家吗? 张小驴问道。 没回来呢,好像是说村里在开会,还不是因为你的事,村里人嚼舌头的人多。 你来喜哥不能不管。 陈莱喜的老婆说道。 张小驴进了门,看到婴儿车上的孩子还没睡,他走过去逗弄了一下孩子,然后就坐在了门口的一张凳子上。 这时候,孩子哭了起来,来喜老婆也不必闲,抱起孩子就开始喂奶。 张小驴本这家伙一点也不讲究,人家女人喂孩子呢,你不避嫌也就算了,还拿出烟来点上,在门口抽了起来。 找你来喜哥有事? 嗯,有点事,这不到了年底了,我来看看,也没给孩子买什么东西。 这点小意思,嫂子不要推辞。 说完,从兜里拿出来一卷用红绳记着的钱塞向了孩子的怀里。 你塞钱就塞钱吧,孩子的身体那么长,干嘛非要往孩子嘴边塞,人家孩子正在吃奶呢? 毫无疑问,张小驴的手碰到了来喜老婆的奶子,因为她的手有些凉,所以来喜老婆暖暖的奶子被碰到之后,本能地哆嗦了一下,孩子正在吃奶呢? 忽然吐出了奶头,看向张小驴,把她吓了一跳。 吃吧吃吧,叔叔不和你抢。 张小驴笑道,叼着烟卷坐回到了凳子上,来喜老婆此时已经从孩子身上拿起了那卷钱,说道,小驴,这可不行,你这。 嫂子,你要是不要,就给哥说一声,说我来过了,村里的事还得让他帮忙周旋一下,钱不多,我心里有数,要是再多一点,就犯法了,到时候对哥和我都不好。 张小驴说道,张小驴没待多大会就走了,陈来喜不在家,自己在她家里待的时间长了也不好。 来喜老婆抱着孩子送到了门口,张小驴帮着关好门,但是她没走,而是摸黑到了陈来喜的房屋后面,从小窗户里可以听到来喜老婆哄孩子的声音,甚至都能听到孩子吃奶时巴搭嘴的声音。 她在等着陈来喜回来,看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,不行就得再多送点。 可是她来之前从手机上查了的,个人受贿五千以上就构成受贿罪,行贿的人也跑不了。 自己无疑就是那个行贿的人,虽然这是陈来喜暗示的,可是人家毕竟没有明说,这是自己揣测的。 半个小时后,陈来喜回来了。 怎么才回来,这都几点了。 来喜老婆非常不满地说道,村委会开会,不开完怎么回来。 陈来喜说道,张小驴来过了,等你一会你没回来,她就走了,这是她留下的东西。 来喜老婆指了指桌子上的那一卷钱,说道。 陈来喜走过去,拿起来解开红线数了数,说道,四千九,这混蛋,就差那一百块钱啊,还不给我凑个整数。 嗯,她好像还说了句什么,不能再多了,再多一点就犯法了,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 陈来喜闻言一惊,好像一下子想起来什么似的,颓然地坐在椅子上,说道,这家伙脑子还挺好使的。 村里人都怎么说的?来喜老婆问道,哼,都是一些蠢货,见不得别人好,还有人说要把张家赶出陈家寨,要把那块地收回来。 你说这是人说的话吗?当时分地的时候,就是欺负张家是外来户,把他们家的地分到了山顶上,想要浇地,水都得背上去。 这些年,张家受的欺负还少吗?也多亏这个张小驴是个不要命的种,要不然,张家估计要饿死了。 这是看到张小驴赚了大家的钱,这就把地收回来,这不是扯淡吗? 陈来喜无奈地说道,那怎么办?她送来的这钱,来喜老婆问道, 既然送来了,就先收下吧,村里的事我会出面,又没多长时间,孩子们回来了,能去山上上网也是好事,省得去镇上惹是生非,还有这么远的山路,来来回回出了事,还不如花钱去张小驴那里上网呢。 陈来喜说道,嗯,我看张小驴这孩子还挺懂事的,能帮你就多帮点,你可是村长,张家独门独户的,要是被村里人欺负了,乡里那边不好交代。 来喜老婆也替张小驴说话了,这让在屋后面偷听的张小驴笑了笑,看来钱能通神是真的。 一大早,张小驴刚刚上山,就听到了山下寨子里的大喇叭里,陈来喜的讲话。 老少爷们,今天说件事,最近有人一直向村委提意见,说是张家的小子在山上赚黑钱,要求村里出面干涉一下,这个呢? 村委经过讨论,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,有需要,才有市场吗? 再说了,就算是把山顶的市场取缔了,孩子们还是会去镇上,去其他有信号的地方上网,这都是因为我们村里没安装宽带吗? 村委经过商议,争取下个春节之前给村里扯上宽带,而且张小驴也意识到这件事做的事有些过了,主动拿出来一千块钱交给村里,下一年村里的路灯费都不用交了,都从这一千块钱里出。 而且,老张家前几天家里出了什么事,你们都是清楚的,做人不要做绝,要给人留活路。 好了,这是到此为止,谁要是还有不满,直接来找我,就这样了。 陈来喜在大喇叭里斩钉截铁地说道, 山顶的帐篷越来越多,密密麻麻,之前还有人可以在张小驴家田地里上随地大小便,现在不行了,不少年轻女孩子也上来上网,于是张小驴用玉米干子加了几个简易的厕所,这些人拉出来的屎尿也是肥料,不能浪费了,山顶有风,厕所建在下风口,一点也不影响山顶的气氛。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,这件事通过山上这些人的直播,居然出名了,这是他没想到的。 张小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,走进村委会的,这地方他没少来,都是因为和陈家人有矛盾来这里处理,平时没事,从来不踏足这里,主要是,这里基本都是陈家人把持,村委会的所有成员都姓陈,这里简直就是陈家的祠堂。 在城市里生活的朋友们可能没有这种感觉,因为城市是一个生人社会,但是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里,在某个村子里的独门独户,那是很难过的。 找我有事。 张小驴进门时,看到陈来喜正在办公桌前抽烟,愁眉不展的样子。 你这下又给我惹祸了。 陈来喜说道,我又惹啥祸事了? 这一次,张小驴不承认不说,还理直气壮,究其原因,他觉得自己给陈来喜送钱了。 你拿了老子的好处,老子还不该硬气点。 虽然我在村里大喇叭上说了,在山顶圈起来收钱,那是市场需求,但那是集体的土地。 你这么搞不好,集体的土地你要出租的话,也得先租给咱们寨子里的人。 你等会吧,谁说我出租集体土地了?我从来没租过地,我出租的是帐篷,只要是他们愿意。 他们把帐篷拿到家里去也没问题,我家的田地是免费用的,不信你问问他们。 我问他们要占地租金了吗?张小驴问道,陈来喜一愣,但是一愣之下,就明白了张小驴这是在偷换概念,不过他确实是在出租帐篷。 这也算是能糊弄过去。 这个先不说了,乡里来电话了,这是被省城的报纸从网上看到了,要来采访,乡里领导也要来,我把你叫来,就是想给你打个招呼,别到时候啥话都胡说,该说的说,不该说的别瞎说。 陈来喜说道,张小驴摇摇头,说道,不明白,啥话不该说,啥话该说,你们村里干不说就完事了。 干我什么事,我到时候躲起来不见不就完事了吗?废话,乡里还有三十多个村寨没通宽带网络呢,我们就是其中之一。 我的意思是,借这个机会,看看能不能明年把宽带给接上,你不要为了一己私利阻扰这事,你要配合我。 陈来喜说道,没问题,我什么也不说,就当我傻不就完事了吗? 屁话,你傻,能想出这个主意来,你告诉我,谁让你这么做的? 陈小霞和他妈逼的,让我配合没问题,你去帮我说说情,让陈小霞跟我回去过日子。 但有一条,那两万是没门,老子现在不缺那个钱,但是丢不起那人,他要是不嫁给我,谁敢娶他,老子就砸场子。 张小霞恨恨恨地说道,你爱杂不杂,和老子没关系,还有,别没大没小,你向谁称老子呢? 小屁孩,一点规矩都不懂。 陈来喜说道,张小霞闻言笑笑,小声说道,来喜哥,你今晚几点在家,我再去你家一趟,把你拿出来的那些补伤,我这人知恩图报,谁帮我,我都忘不了,陈小霞他妈那事。 你再给我找不一下,看看还有戏没,要是他们家不服软,这婚事就彻底没戏了,我有了钱,还能娶不到媳妇,我去缅甸买两个,你信不信? 信,你有本事,先把乡里和省报记者这事给我处理完了再说,陈小霞家的事,我管不了,你把他家的门都砸了,你还想我帮你,我姓陈,不姓张。 陈来喜说道,我不姓张,你也不姓陈,我们都姓钱。 张小驴意味深长地说道,陈来喜看了他一眼,说道,你小子什么意思? 有钱烧的。 不是,我哪有钱啊,不过这都到年底了,乡里领导来视察,还有省报记者,怎么这也不能让人空手走吧,这钱我出,你说个数,我只要是能拿得出来,我要是拿不起,我就去陈小霞家把我的彩礼钱要回来,一分钱都不能少我的。 张小驴说道,说到彩礼钱,我还想问你呢,村里都在传你和陈小棠的事,咋回事?你这个牲口,不会连他也那啥了吧? 陈来喜满脸不满地问道,张小驴闻言一声不吭,无论陈来喜怎么问,他就是一句话不说,有时候沉默就是默认。 可是要说张小驴承认了,没有亲口说,要说没承认,自己说啥他都不吱声,这他娘的叫什么事?这是我帮不了你,陈家活寡了你都不为过,你也太过分了,都是一个寨子的,他俩可是亲姐妹都被你糟蹋了,你还是人吗? 陈来喜说道,这是以后再说,刚刚我说的那是行吧,钱我来出,我少赚点,也算是为村里做贡献了,见者有份吧。 做贡献了,你做个屁的贡献。 陈来喜恼怒道,来喜哥,我问了那些在山顶上网的,他们不光是玩,还有不少是做淘宝店的,还有做微商的,这都需要时刻上网和买家沟通,还有通过朋友圈, 卖我们村土特产的,也不都是打游戏上网玩,我也不会为了赚这点钱耽误寨子里的建设,那些官老爷要是能趁这个机会给扯上宽带网络,我一定鼎力配合。 张小驴说道,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,张小驴虽然在这里和陈来喜插科打混,可是也怕这是被取缔了,要是真那样的话,自己赔钱不说,这赚钱的活路就没了, 还不知道会不会被罚款,老百姓就是这样,正当的手段赚钱难,银而走险的手段时刻提心吊胆,他一直都在想一旦上面,问起这事来,自己该怎么回答? 当他说完这些话之后,陈来喜的脸色缓和了很多,说道,你把做生意的这些人统计一下,到时候记者来了,找这些人采访一下,争取把这是描绘成正面的形象,否则,我又要去乡里挨训了。 管用? 嗯,也只能是这么试试了。 陈来喜说道,当张小驴找这些人配合时,这些家伙交了钱,心里正恨张小驴呢,自然是不肯配合。 但是张小驴说,如果不配合,让他们退钱滚蛋,最后拉锯讲条件。 张小驴还要再送三碗面和三杯咖啡,他们总算是答应配合了。 陈家寨这个地方,去年刚刚通了硬化路,但是有的地方很窄,汇车都很费劲的。 所以,村寨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,冷不叮来两辆汽车。 陈家寨的老老少少都围在村委门口看热闹。 出啥事了? 村委会门口挨着墙根等死的老少爷们开始了嚼舌根子。 张家那小子出事了,上边来抓人了,这家伙嘚瑟,黑心玩意,这下出事了吧。 活该啊,我孙子打工回来给我两百块钱,给张小驴一千块钱,去山上住帐篷了,连吃饭都不下来,这不是活畜生才干的事吗? 总之,这些人没有一个说张小驴好话的,除了恨得牙根痒痒,就是暗地里咒骂不止。 巴书记好,欢迎领导来视察工作。 陈来喜在一个胖子面前站得崩直,好像驴交配完那一瞬间的状态。 来喜啊,这位是省城的记者,李记者,是咱们的贵人。 哎,巴书记,别这么说,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吗? 我们这些做记者的,哪里有新闻,就得往哪里冲? 这是我们的工作,你这么说我都不好再继续采访了。 这是张小驴这辈子听到的最好听的女人的声音,书本上形容女人的笑声和引领式的。 但是这个女人的声音,绝不是那种形容词可以比拟的。 本来躲在陈来喜身后的张小驴文言,不由的原地歪了歪身体, 从陈来喜的身后,看向声音的主人,一位打扮入食的女人。 长筒靴恰到好处地包裹住了小腿的位置,黑色的外套裙, 驼色的风衣正好下垂到膝盖的位置,黑色的高领毛衣把她的脖子深深地隐藏起来。 可是张小驴还是从裸露出的一点点,看到了那迷人的白皙。 总之,张小驴第一次想到一件事,女人怎么可以这么漂亮? 她漂亮吗?不漂亮吗? 尤其是在和胖八书记说完之后,抬手聊了一下额前的碎法,张小驴明白了。 这个女人也许不是最好看的,但是举手投足之间,就能将她自身的气场发挥到极致。 这就是魅力。 对对,还是李记者说的对,我们这是工作,这都到了年底了,还给李记者添麻烦。 实在是不好意思,这都是因为我们相现代化建设落后了,所以才会出这种事。 这,巴俊途抖动着肥硕的塞帮子说道,而且就说这几句话的功夫,张小驴都能听到他喘气的声音,不知道是累的,还是看了这个漂亮的女记者,心情激动的。 那我们开始吧,我今天还要赶回去。 嗯,哪位是网络新闻的主角,来了吗? 李记者问道,哦,来了来了,一大早我就把他叫来了,这个就是张小驴。 陈来喜一闪身,将身后的张小驴推了出来。 李记者看了看张小驴,上前一步,伸手想要和张小驴握手,张小驴有些激动,也伸出了手。 除了陈小霞的手,他还真没摸过其他女人的手,这位李记者的手有些暖,而且不知道是啥原因,他的手心还有些潮湿,也只是沾了一下手,就分开了。 你好,张先生,八书记,我想到现场去看看,可以吗? 你随意,随意,我身体不好,就不陪你了,让小陈陪你去吧,这村寨里的风景还是不错的,你可以好好看看,玩一玩。 八俊途说道,不用了,我是来采访的,八书记,就不用派人监视了吧,你们要是跟着,我怕是问不出来什么东西了。 李记者微笑着说道,嗯,这个,那也好,李记者随便采访,只是我们这里已经很落后了,还请李记者笔下留情啊。 八俊途的脸色有些难看,但是也只能忍着。 陈来喜本想在这里陪着八俊途,但是被八俊途赶出来了。 你陪我有个屁用,盯着点,别让他胡乱说话,要是出了什么问题,你这村长就别干了。 八俊途此时才露出来严肃的表情,不得不说,要是张小驴看到八俊途这幅死了娘老子的表情,也会害怕。 李记者和张小驴走在前面,陈来喜远远地的跟在后面。 张先生,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?是网络上说的那三个字吗? 李记者问道,不是,那都是他们给我起的混号,我叫张萧吕,公长张,萧勇善战的萧,如吕薄冰的吕,网上那个名字是他们瞎叫的。 张小驴说道,哦,我说呢,这都什么年代了,怎么还用动物的名字给孩子起名字呢? 李记者笑笑说道,面对着山顶满满当当的帐篷,李记者从包里拿出来照相机,然后按上镜头,挂在胸前。 张小驴就成了背包的,他拍摄得很仔细,从各个角度对山顶的帐篷群进行了全角度的拍摄,这是个好新闻,这反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和人民群众需求的矛盾。 据说你把你家的土地租给他们,赚了不少钱,他们都说你是奸商,而且马上就要春节了。 这些年轻人回来,不好好在家里陪着父母,都跑这里来上网,你是怎么想的? 李记者手里拿着一个刚比式样的东西,举到了张小驴的嘴边。 不用这么近,你戳我嘴了。 哦,不好意思。 张小驴回头看看陈来喜,陈来喜说道,你看我干嘛,李记者问的是你。 那,我什么都能说吗? 张小驴问道,张先生,我希望你能实话实说,有啥说啥,我们没有立场,只是报道这件事而已,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,这是我的名片,要是有人找你麻烦,你给我打电话,我就会再来采访。 李记者的签签玉只从包里拿出来一张名片,递给了张小驴。 李文英,虽然是个女人,但是这名字起得真是很霸气,相较于自己的驴,真是不知道高了多少档次,这更是让她坚定了一件事。 那就是,这是完了之后,要去改名字,再也不用牲口,当名了。 李记者,那我就实话实说了,其实网上传的有误,我没有把我家的地租给他们,我出租的是帐篷,这些帐篷都是我自己买的,就是赚点使用费而已。 张小驴说道,那不是一样的吗?你没有出租土地,那你把你家的地都围起来了,这些帐篷都是在你家的田地里,这不等于就是出租土地吗? 李记者不吃这一套,立刻就把问题的焦点提了出来。 是,没错,我是把我家的地圈起来了,我要是不圈起来,他们就会漫山遍野地搭帐篷,那样就把别人家的田地都给糟蹋了,谁能愿意? 对不对?张小驴不慌不忙地狡辩道,李文英没想到,一个山野刁民居然会这么狡辩,这话听起来是一点破绽都没有,看起来他倒是像在为人民服务似的。 于是,他收起了轻视的心态,干了这几年记者,什么人没接触过,有些人看起来一副老实芭蕉的样子,但其实内心离鬼得很,不知不觉,李文英就把张小驴归到了鬼得很难一类了。 于是,他收起了录音笔,看向站在不远处的陈来袭,问道,陈主任,村里人对这事是怎么看的,就没啥说法吗? 啊,这个嘛,这个当然是有些意见了,这个,陈来喜吱吱吾吾,有些说不清楚。 一来陈来喜不想和这个记者多说,所谓话多必失,一个说不好被他抓住了话柄,那自己在巴郡图那里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。 二来呢,他收了张小驴的钱,怎么说呢?要说村民对这事很不满,那不是惹了马蜂窝了,这位李记者还不得掉头回村里采访村民。 这事可就先上天了,要真是这么说的话,张小驴这个混蛋也不会饶了自己,一旦把自己收钱的事说出去,那自己也非得跟着栽根头不可。 只要是这位记者的笔杆子稍微倾斜一下,说不定自己这村主任就干不成了。 李记者,你也不要为难我们村长了,我和他说几句话,让他回去算了。 我带你好好看看这里,然后你听我解释完了,再去采访村民也好,村长也好,都随便你。 怎么样?张小驴驴脾气上来了,老子没招惹你们,你们一个个地上来敲竹杠,还有脸和我说这些。 于是,张小驴走到陈来喜身边,搂住他的肩膀朝一旁走了过去,然后回头看了一眼李文英。 小生对陈来喜说道,来喜哥,我看着记者不好对付啊。 嗯,所以,你说话小心点,别有的没得乱说。 陈来喜是真的担心张小驴把自己收他钱的事说出去,那样的话,自己铁定是跟着倒霉。 我知道,你放心吧,绝不会,我是在想,陈家闺女,我是娶不成了,我看这个李记者不错,长得比山里姑娘强多了。 我想,干脆,张小驴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,当然了,只是悄悄的,李文英是看不到的。 卧槽,你敢,对于张小驴的话,陈来喜差点吓得跳起来。 呵呵,我和你说着玩呢,开玩笑懂不懂,你放心吧,你在这里呢,他觉得你是官,所以就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 你走了,说不定我和他还好谈呢,我是小老百姓,又不欠他钱,做人,总要有点同情心吧,所以,你走了我反而好谈,你放心,我有脑子,不会乱说的。 张小驴说道,真的,你不许胡来,人家是省里的记者,关系大得很,你要是敢做点啥事,小心灭你九族。 陈来喜说道,张小驴笑笑,说道,灭我九族你也跑不了。 陈来喜又嘱咐了几句,又和李文英打了个招呼,说是村里还有事,先回去处理一下。 李文英只是点点头,什么话都没说,他已经想好了怎么写这篇报道了,所以对采访的事没多大兴趣了。 张小驴走回来之后,说道,李记者,我算是看出来了,你们都是官官相护,没有为老百姓说话的心思。 你来这里采访,也不过是为了给我扣上一个投机倒把的帽子,然后把我们村里这些小年轻再贬低一遍,说他们眼里只有手机,没有父母和家庭。 回来过年,不好好陪着家里人,跑到这山头上来,日夜不停地上网,对吧? 李文英简直要被他气笑了,看来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,真是没错啊,自己还没说什么呢。 他倒是先给自己扣了个官官相护的帽子。 你把话说明白点,什么叫官官相护? 李文英瞪着眼,一副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。 张小驴一看自己的话起到了效果,于是说道,这边有椅子,我们坐下来说吧。 李文英看看他,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,两人中间是烧水的吊炉。 张小驴自己倒了杯水喝,说道,我和你说说我的事,你不是来采访的吗? 我是主角对吧?你听了我的话,要是还觉得我是个刁民,那我也没办法了,只能说明你这人没有同情心了。 说完,不理会李文英的眼神,就把自己前几天结婚这是说了一遍,然后又把自己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,怎么赚他们的钱,这些人又是因为什么离不开网络? 要是不能在这里上网,要损失多少钱,这里有多冷,站着有多累,自己只是为人提供了方便,他们也都是自愿的,这爱着谁了? 听完了张小驴的话,李文英看他的眼神有些变化,但是职业的民感和对人性的顿感,让他时刻对被采访对象保持着警惕,因为人都是自私的,都会为自己说话。 自己不是录音笔,原话转述,他是记者,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,有自己的价值观,所以采访的内容只是采集的素材,还要自己身家工才行。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?真的就是临上车了再要钱,不给就没结成婚? 李文英有些不信地问道,张小驴叹口气,指着山上这些帐篷,说道,这些东西跑不了,我们待会可以再上来看看,现在我带你去我家里看看,你也到寨子里采访一些人,看看我说的这些话对不对,有没有骗你。 李文英有一点是失算了,上山的时候忘了换鞋,车上带没带鞋也忘记了,所以这一路下山的时候,不时要歪倒,都是被一旁的张小驴及时地扶住。 张小驴的身体很壮实,尤其是有分寸,他只是借给他一条胳膊,而他每次倒向一旁时,张小驴带着肌肉疙瘩的胳膊总能让他化险为夷。 张小驴说的没错,人都是有同情心的,再加上这一路上张小驴的殷勤,到了山下时,李文英对张小驴的态度就开始了慢慢地转化。 李记者,这就是我家,穷困潦倒,家徒四壁。张小驴自嘲道,进门之前,李文英看到门口贴着的大红喜字还是新鲜的,他就信了一多半,至少看出来, 这家确实是办过喜事,至于这喜事半没半成,问问村里人,还能不知道吗? 张小驴虽然是生活在山里,但是又不傻,要是傻的话,也不会想起来在山顶搞圈地卖一栋公司的网络了。 在经历了无数次撒谎,被父母打之后,他总结出来一个道理,那就是,只要是能很简单的,就被证明的事情,千万不要撒谎,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。 那种非常难以求证的事情,倒是可以撒谎,这在他以后的人生中屡屡得到证实。 像是他在山上对李文英讲的自己的事情,都是真实的。 而且,为了避免寨子里的人对自己诋毁,他还想到了,把自己家在陈家寨独门独户这件事,以及这些年受到的欺负,都告诉了李文英。 这样一来,即便是李文英去寨子里采访,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说的话,在李文英的心里,也会大打折扣。 什么样的环境,锻炼什么样的人,相较于城市里快节奏的利益交换关系。 农村这种熟人社会软刀子杀人炖刀子割肉,更让人难受,也更会锻炼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。 可以说,在农村,快节奏的利益关系少,慢节奏的人际关系多。 小妹,这是李记者,爸妈呢? 张小驴问道,妈给爸喂药呢? 你怎么回来了?山上没人看着吗? 张小米看到哥哥带回来一个打扮时髦的美女,有些腼腆地问道。 没事,没人看着他们也跑不了。 李记者,这是我小妹,张小米。 张小驴介绍道,李文英朝着张小米点点头,张小米有些害羞地回了房间去叫爸妈了。 李文英跟着走了进去,房间里有些阴暗,比外面也冷一些,但是家里真是没多少家具。 更不要说值钱的东西了,房子里最显眼的就是两张窄窄的床,一张床上躺着张小驴的父亲,另外一张床是张小驴母亲的。 李文英朝着两位老人点点头,他也不知道说什么,至少家里的穷着一点,张小驴没骗他。 两位老人老实巴交的,也不知道儿子又惹了什么祸事,张小驴也没解释,说道,李记者,屋里冷,外面说吧。 李文英点点头,跟着张小驴出了房间。 那间房子是我妹妹住的,这间是我的,洞房,可惜了,下一个入洞房的女子还没找到。 张小驴笑笑,推开了自己的房间门。 这间房子倒是不小,但是房间里的东西却不多,看得出来,仅有的几件家具都是新买的。 一张大床放在了角落里,床上的一切铺盖都是红色的,大红的喜字甚是惹眼。 这些天章小驴都是睡在山上的帐篷里,这张床他还没睡过。 新娘子也是你们寨子里的吗? 李文英问道。 对,就在寨子东头,你要去吗?我让小妹带你去。 不用了,我自己能找到。 这是什么? 从进门时就看到了正对门的方桌上站着两只很漂亮的山鸡,开始时还以为是活的。 但是屋子里进了人居然一动不动,才知道是假的。 我做的,结婚吗?大吉大利,这是我在山上套的野山鸡,我给做成了这样的摆设。 张小驴说道。 好漂亮。 李文英走过去摸了摸说道。 你要是喜欢就送你了,走的时候带走。 张小驴说道。 想贿赂我。 李文英文言,笑笑说道。 这玩意不值钱,都是自己古道的,算不上贿赂吧。 张小驴说道。 李文英点点头,问道。 这种野山鸡,你们这里多吗? 多得很,尤其是我家山顶的田地里,它们祸害粮食很厉害,我时常下套子套它们,抓回来还可以吃鸡肉。 你要是喜欢,我待会上山给你套几个试试。 张小驴非常实诚地说道。 我可以跟着去看看吗? 李文英问道。 可以,不过你穿的这些不合适。 我记得车上戴了鞋的,我去找找。 李文英说道。 临走之前,她看着房间里那张铺满了红色被褥的大床,嘴角露出了不意察觉的微笑。 嘴角上扬,她在琢磨什么,张小驴当然不知道。 此时李文英的心态和刚刚上山时的心态完全不同了,上山时的心态是带着刺的。 可是在听了张小驴的故事以及她的经历,尤其是取亲不成这件事,让她的写作思路一下子转变了。 开始时,她想着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角度写,但是农村建设基础设施落后谁不知道。 这个例题没有新意,而打工的孩子回来抱着手机玩,甚至到山上花钱玩,虽然是事实,但是这个例题无疑很丧。 而且,这样的报道也不少了,也难以起到震聋发聩的效果。 但是,如果是一个取亲不成的青年的经历,尤其是因为两万块钱就结不成婚,以及天价彩礼前,再到张小驴想到的这一出出租帐篷赚钱的法子。 这是一个被逼无奈的青年的绝地反击,这是在贫穷的巨大压力下迸发出来的潜能爆发。 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,这么写的话,正能量满满,所有的负能量都隐藏其中。 让人心酸的同时,也让人看到了张小驴的希望,这样的文章才是读者喜欢的,才是博眼球的文章。 李文英在张小驴的陪同下回到了村委会,但是他在车里没找到可以替换的平底鞋。 巴俊途和陈来席等在车外面,他找了找鞋没找到,倒是在车里给主编打了个电话。 主编听了他的话之后,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例题,让他再深入地采访一下,把这篇文章写出来,争取早点推出去。 挂了电话,李文英若有所思,脑子里再次想到了张小驴的那张覆盖着红色被褥的昏床。 巴书记,通过采访,我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,我想在这里住一天,深入地采访一下。 尤其是张小驴同志,我觉得他是个有故事的人,他的事情并不像是外界传的那么不堪。 你放心,我已经想好了写作方向了,绝不会摸黑望山香,好吧。 李文英问道,哦,好好,没问题,没问题,李记者想住多久都成,最好是在我们这里过了年再走。 你不知道,农村过年比你们城里好玩多了,巴俊途悬着的心算是落下了。 给陈来喜下达了一道道指令,都是吩咐他要照顾好李记者的。 李记者,要不然我回去让我婆娘收拾一下,住我家里,我们这里离镇上很远。 镇上也没有好的旅馆。 巴俊途走后,陈来喜问道, 不用了,我住张小驴家里吧,他是我的采访对象,我想多了解了解他,而且他住山上的帐篷里,他家有空闲的房间,对吧? 李文英看向张小驴,问道。 张小驴一愣,他没想到李文英会要求住到自己家里去。 没问题吧? 李文英看向张小驴,问道。 没,没问题。 张小驴说道。 当听到李文英要求住到自己家去的时候,他想到的第一件事,就是自己小妹能同意,和他一起住吗? 他完全没想到的是,李文英看上了他的婚床。 陈家的闺女,不肯嫁给张小驴,但是张小驴居然转天,就带着大城市来的美女,在寨子里招摇过世。 但是,这个消息当然很快就传到了陈小霞家里,陈小霞这几天都没出门,是妹妹陈小棠带回来的消息。 没想到他这么不是个东西,不行,我得去找他理论一下。 陈小棠说完这事,起身就要走。 你给我回来,还嫌不丢人现眼啊,你找他怎么说,是我们家毁婚,你找他有什么用? 陈小霞流着眼泪说道。 但是陈小棠是咽不下这口气的,这女孩的主意比他姐姐正多了。 我们家,这家图四壁的,是不是条件太差了? 村长家里条件好,回来的路上。 张小驴试图说服李文英不要住自己家里。 没关系,在哪里凑合不是一晚上,我还想和你多聊聊,今晚把稿子赶出来,明早发回去。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其他的记者来采访你了,到时候我的这篇稿子一定是要最出彩的才行。 我的年终奖就看你这篇稿子了。 李文英的理由让张小驴说不出拒绝的理由来。 那行,我和我小妹商量一下,你们挤一挤。 张小驴说道。 挤一挤。 不用挤,你不是在山上帐篷里睡吗? 我住你屋里得了,那些被褥你没睡过吧? 李文英问道。 啊? 这个,没,我没睡过,但是这个。 怎么,舍不得呀。 对了,你那个没娶成的老婆在哪? 我想见现她。 李文英说道。 见她,张小驴还没想好拒绝的理由,就看到了拦在路中间的陈小棠。 张小驴笑笑,说道,真是巧了。 小棠,这是省城的李记者,来采访的。 她想和你姐聊聊,你带她去吧。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,李记者今晚要住我家里。 陈小棠本来是想挤对张小驴几句的,但是在气场强大的李文英面前,她一下子就耸了,出来拦路也只是想给张小驴一个难看,没想到她倒是溜得快。 你是张小驴未婚妻的妹妹。 李文英看看比自己矮一头的陈小棠,问道。 是,你真是记者。 那当然了,张小驴在山顶干的事被人发到网上去了,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 我下来采访一下,了解一下实际情况,要知道网上谣言很多,我是来查看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。 如果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往前走,你就是她的小姨子了。 李文英笑笑,说道。 陈小棠的嘴绝了绝,没说话。 不得不说,张小驴的眼光还是不错的,当陈小霞站在她的面前时,李文英是这么想的。 但是看得出来,这是一个懦弱的姑娘,眼睛里的哀伤和泪痕还没抹去,她的父母虎视眈眈,这让李文英没办法和陈小霞深入地交谈。 倒是陈小霞的母亲巴拉巴拉地把张小驴骂了一顿。 当然,说的都是自己家的道理,怎么可能替她说话? 总之,在陈母的嘴里,张小驴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,自己要那两万块钱就是为了毁婚,就是后悔把女儿嫁给她了。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,当天毁婚都是对被毁婚者极大的侮辱,张小驴的父亲气病了。 她心里也窝着一团火,这些种种细节都被李文英详细地记录下来了。 她对陈家寨了解得越深,越是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突发事件。 她觉得要是把这里的事情写成一个即时报道,或许会有更深的探索。 李记者,你要好好写写那个混蛋,把她的恶行都报道出去,让大家看看她是怎么败坏我们家门风的。 我这脸都被我这两个闺女丢尽了。 陈母说着说着,就嚎啕大哭起来,把李文英吓了一跳。 李文英离开陈家时,是陈小棠陪着的,也知道了更多张小驴和陈家姐妹之间的事。 但是陈小棠矢口否认自己和张小驴去开房了,那都是村里人没事嚼舌根子,胡说八道。 李文英也意识到,张小驴并不是像他自己表现的那样老实,相反,这个家伙鬼心眼子多得很,既然没有和陈小棠开过房,为什么不为他说句话,以至于让寨子里的人以讹传讹。 他和你姐是不是早就有夫妻之时了? 李文英问得倒是直白。 你问这干啥,这也要写,你不要这么写,你要是这么写了,我姐就更没法嫁人了。 陈小棠警惕道,你放心,这个我不会写,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张小驴的为人,以及农村青年婚前性行为。 李文英很淡定地问道,陈小棠点点头,算是认可了李文英的问题。 看来农村的青年也不单纯了,婚前性行为多吗?据你知道的。 李文英问道,我不知道,反正我姐和她好像是有过几次,其他人我不知道。 是吗?你姐告诉你的。 不是,是我碰巧看到的。在我家田地里,我姐在地里干活,她也去帮着干活,我去地里送水。 就看到他们,陈小棠说到这里,有些难为情,就没再说下去。 李文英本想再问问细节,但是第一次见面,这个小姑娘肯定是对自己有所警惕的。 于是她决定今天的对话到此为止,不过从这些人的谈话里,她基本可以勾勒起一个丰满立体的张小驴了,了解得越深,就越想把这个人写活了。 所谓的写活,就是通过文字,让一个人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。 这几年,有个很火的名词,叫做小镇青年,这是特指生活在四五县城市。县城甚至是小镇上的青年人,敢想敢干,赚钱不多,但是敢花钱。 不过这些人身上有奋斗的痕迹,没有靠山和后台,只靠自己往前拼。 李文英已经三十岁了,还不是报社里的首席记者,因为作为社会新闻版板块的记者,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,网深了报道,也挖不出来什么东西。 但是今天到了这里,见了张小驴这个刚刚被发掘的招火点,她觉得这是自己的机会。 要是把这个人身上的东西都挖出来,加工,服以社会时事评论,为小镇青年做个标杆,或许能让自己的社会新闻报道深入一些。 你说的那地方远吗? 李文英跟着张小驴回了家,将自己的东西放在了她的婚房里,看起来很是自然,好像这是她家一样。 不远,还是我自己去吧,我去下了套子,明早去看看能不能套住,到时候我直接拿回来就行了。 张小驴说道,没关系,我想多了解一下乡村的生活,回头我写文章时还能多点素材,不然写得不好看。 李文英说道,可是你这些,这靴子肯定是不能去爬山的。 张小驴看了看她脚上的长筒靴,说道, 张小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拒绝理由,因为她此时觉得这个李记者有些自来熟了,自己的婚房,崭新的婚床,自己还没睡呢,倒是让她给睡了。 可是自己也想不到怎么拒绝她,万一得罪了她,写文章报道时把自己说的不是个东西,再给望山香摸黑,那自己到时候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。 不但是陈来喜饶不了自己,乡里肯定也会和自己算账。 唯一的做法就是离她远点,可是这时候来了猪队友。 哥,你给我买的新鞋,我还没穿呢,给这位记者姐姐穿吧。 姐姐,你是多大的脚,我给你去拿鞋,你试试。 张小米笑笑,说完就去她的房间里拿鞋了。 女人的脚都差不多大,而张小米的脚和李文英就是大差不多。 张小米还帮着李文英系好了鞋带,李文英非常高兴,搂住张小米自拍了好几张照片。 张小驴,我怎么觉得你有些不欢迎我住你家呢? 你知道我在写什么文章吗? 李文英和张小驴一起出了门,路上她问道。 没有,哪有啊?你住我家,那是给我面子,你要是不住我家,我心里才不安呢。 是吗?李文英笑问道。 说着,李文英居然还伸手在张小驴的肩膀上拍了拍,然后说道,张小驴同学,我真是很同情你。 同情? 嗯,结婚不成的事呗,我和陈小霞谈了,她确实是很漂亮,但是也很懦弱,要是在城里。 这姑娘就会直接搬到你家里去住了,但是她不敢,她怕她妈生气,你怪她吗? 李文英问道。 怪有什么用?我谁都不怪,我怪我自己,通过这件事,我想明白了。 过了年,我要出去打工赚钱,暂时不找老婆了,取老婆的钱够我父母在家里生活,我出去赚钱。 张小驴说道。 好啊,需要我帮忙吗? 李文英问道。 张小驴摇摇头,说道,不需要,我想靠我自己,前几年我父母都行动不便,我没法离开,现在他们身体好点了,地里也收不了几个钱,所以,不在地里抛食了。 可是,我想深入地了解你,把你的经历写一写,最好你能通过这件事,做出点其他的成绩来,我也好帮你吹一吹,怎么样? 李文英问道。 此时张小驴还没想过什么事吹一吹,但是很快,他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吹一吹是什么意思了。 张小米上山卖吃的,客户有需要,张小驴又进了一些其他的零食,全部加一倍价格卖出去。 这些人刚刚打工回来,谁的手里没点钱,所以,花钱也舍得,张小米赚得盆满钵满。 张小驴则是带着李文英在山沟沟里转悠,遇到合适的地方就会下个套子。 这些地方都是时常会出现野山鸡的,而且这个过程中还见过好几只野山鸡到处乱串呢。 李文英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,高兴得手足舞蹈的,还要去追野山鸡,张小驴看得有些猛。 现在城里人都这么闲吗? 做完这些,李文英和张小米下山吃饭,张小驴要留在山顶看帐篷。 农村夜里睡得早,李文英钻到了被窝里,闻着被子上棉花的味道,舒服得很。 他一直都梦想着睡在这样一张宽大的昏床上,铺满了大红的被褥,脱得光光的,感受着棉织品和肌肤相互妈撒的感觉。 可是,这只是一个梦想而已,没想到今天会实现,只是旁边缺少一个新郎。 拿出手机,犹豫了很久,还是把电话拨打了出去。 喂,你在哪? 李文英小声问道。 我,在医院,孩子病了,我来看看。 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在电话里传了过来。 是吗?那件事你说了吗? 李文英再次问道。 什么事?什么事?离婚的事,你打算什么时候说? 李文英有些气恼地问道。 我说了,孩子病了,你别再逼我了好不好? 我会说的,但是这几天不行,你还在山里吧,等你回来再说。 男人的语气有些不耐烦。 这句话你已经用了两年了,你不打算换个借口吗? 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? 你不是去了山里采访吗? 怎么?什么时候回来? 男人问道。 我现在,睡在一户人家的昏床上,我从小就梦想着,什么时候能躺在这样的昏床上? 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同床共枕,怎么就让我遇到你了呢? 你为我准备的昏床在哪里? 李文英的声音有些大,但是一下子意识到这里是乡村,不是酒店,这个房子也不是隔音的,还是小声点为好。 是吗? 旁边是不是还有个男人? 好了,李文英,不说这些了,你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好吗? 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,我要是这个时候提出离婚,这个年两家老人都过不好,再给我点时间,好不好? 好,好了,孩子要输液了,我先挂了。 说完,不带李文英说什么,手机里传来了嘟嘟嘟的声音。